昨天用于长征5号B运载火箭的大推力氢氧发动机校准试验取得成功 试验完成后,发动机将交付火箭总装,执行今年的空间站实验舱发射任务 此次进行校准试验的是长征5号B遥四运载火箭的最后一台发动机 发动机点火后,主机工作100秒,试验系统正常工作,发动机参数正常 功能和性能满足火箭总体技术要求 大推力氢氧发动机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一款主推发动机 推力量级是五十吨级,长征5号系列运载火箭每一发件会装两台 校准试验也是地面最后一次验证发动机的性能的机会 试验的完成也就意味着我们长征5号B遥四火箭已经进入最后转运前的最后准备阶段工作 大推力氢氧发动机用于长征5号系列运载火箭的新一级 是目前我国正在使用的最先进的低温液体火箭发动机 按计划,今年我国将全面完成空间站建设 其中,问天实验舱、梦天实验舱的发射 由长征5号系列运载火箭执行 追求您的计划,码炉火箭执行